怎么办有一些回忆 当然很可惜啊 我很关心说 这边什么时候可以开放 可是我看到最近的新闻 好像 好像已经不会再开放 可以在这边 但是这前几年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 有时候会约我来这里 所以那个回忆好像不见了 我觉得好可惜哦 增加就是让老人或者是 常常人士可以方便 使用的作为 这样会比较好 程度上也许不需要这么严苛 那关于移工的问题 也许是也是要适当的规范 可是的确这边的座位是不足 那如果有人真的需要坐 应该也不至于说到 要不允许人家做 这种严格的程度这样 不只台湾民众觉得可惜 台北车站更是移工朋友 重要的聚会活动场所 因此交通部长林佳龙 也紧急发出PO文 强调北车应在相关前提下 尽可能提供包括移工在内的所有民众共享 一些移工不是只有每个礼拜可以休息 有一些也是一个月休息 对 那所以你当你休息一次而已 一个月一次 然后你连一个地方 这时候没有地方可以聚会 那你就想想看 因为他们跟朋友跟家人 甚至家人 聚会在一起 就是可以抒压他们的工作的压力 对 所以说这个聚会的 其实不是他们聊天而已 我们应该要想一想 因为其实问题不只是在台北车站的大厅 台北车站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对于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来说 或许代表着是更深的情感与文化意义 对于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来说